機場大批的旅客滯留 這個時候大陸領事館 住日的領事館 派了15輛遊覽車 前往關西機場 把750名的受困 大陸旅客運出去 導遊說 如果我們接受 日方派出來的輸送 大概排隊 你要排三五天才會 臺灣的旅客 才能夠輸送完畢 因為現場臺灣旅客 大概有四百多名 好 那王興的遊客說 平常在國內感受不到 這一次清清竊竊的體會到 在這個時候 國家對你的重要性有多大 那有一名旅客說 滯留旅客裡面 有一些臺灣同胞 詢問能不能夠一起上車 然後坐在這上面的人 可能是臺灣的旅客就上去 我們可不可以上去 上面的人就說 你是中國人 就可以上來吧 然後我們看到的報導 是這樣子 那這個新聞讓你看到什麼 第一 奇怪 大陸的領事館 動作很快 他馬上就可以調動車子 然後15輛遊覽車 來趕快把自己的國民疏散 帶到安全的地方 可以睡覺的地方 那我們的駐日代表在哪裡 我們的駐日幫助得住 我們駐日代表 謝長廷你跑到哪裡去 你出不起十輛嗎 四百多個人大概是 八部遊覽車到十部遊覽車 你出不起嗎 為什麼你的動作比不上大陸呢 第二個 人家說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就可以上升 這有沒有錯呢 好像沒有錯吧 鴻薇這件事情你看到什麼 每一次我們臺灣人如果在國外遇到一些危難的時候 其實最需要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就是駐外的駐外代表處 或者是駐外代表能夠提供協助 但是顯然 謝長廷不是說我們臺日關係應該非常好嗎 然後在這次這個關係整個 整個他現在幾乎變成孤島 然後很多的民眾沒有辦法疏散的時候 其實我滿訝異的 你看如果說在那邊的大陸旅客 會有七百五十名 臺灣旅客四百多名 這就是每次我們都在說的 其實臺灣真的每一年到日本去旅遊的 經商的其實非常非常多 可是問題是當他遇到危難的時候 他看不到我們駐日代表處在做些什麼 結果他們可能迎來看到好多輛的遊覽車 結果是大陸的這個代表處帶來 來接大陸的旅客 我覺得這件事情第一個 這要讓我們感覺 就是我們的臺灣人到了國外之後 如果碰到危難 碰到危機 碰到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們的代表處在做什麼 甚至還有這個網友PO文 就臺灣旅客PO文 他是搭上了這個大陸的遊覽車 脫困了對不對 那他脫困了之後 因為他一時間沒有辦法找到住宿的地點 他就打到我們的駐日代表處 去問說可不可以幫他找一個住宿的地點 結果我們駐日代表處告訴他什麼 他說你們要住哪裡 是你的事情 我能夠提供什麼協助 所以他感覺量了一半 因為他好不容易 他透過大陸的這個遊覽車 大陸代表處的遊覽車脫困了 下一步希望我們的駐日代表處 能夠提供協助的時候 既然是冷冰冰的話說 要做哪裡 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要決定 我能幫助你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今天謝長廷 每天只會寫臉書 只會罵國內的政黨 只會選舉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趕快滾回來算了 不要再丟人現眼 莊教授 這個一比就比出來了 不比不知道 人家是這樣子 我們是這樣子 那台灣的人 如果願意 也可以搭上這15輛遊覽車 可是他為什麼派15輛 因為人家是700多個人 一部遊覽車載50個人 所以他估好了 那他本來他不知道 如果台灣人要去做 就去報名就好了 可是我們的媒體怎麼做 媒體就說 你看這是大陸的遊覽車 我們館裡面 目前為大家租的15輛巴士 什麼怎麼樣 然後說 因為有這個報導說 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就可以上車 馬上就來操作了 這是我們的友台 他說的臉書 就是他的網站 他說 好你個受困的台灣旅客 還要自稱中國人 才可搭乘專車離開 然後這邊風災還吃 台灣人 Go Go 中大使館 自認中國人可上車 不是明明不是 中國大使館 也不是大陸大使館 他故意用中大使館 就是說你這是外 你是外國 中國是外國 明明是大陸旅客 而且就算是說你自認是中國人 就可以上車有什麼不對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嗎 憑什麼你認為台灣人 就不是中國人 可惡 就這樣操作 我覺得這種操作越操作 到最後他會越難看 首先我們要看 為什麼這麼短的時間 大陸的大使館 可以馬上派出部一輪車 我其實我蠻感觸的 前一陣子有一個 也是外國的駐台灣的副代表 來找我 他知道我跟警戒很熟 他說希望跟我見面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們的旅客 如果來台灣晚出現一些糾紛 他會報警 那如果我跟警戒熟 如果他跟警戒熟的話 他可以立刻找到分局長 或找到派出所長 他來處理來關係會更好 人家都可以想到這一點 所以當一個災難發生的時候 旅客不能夠 迅速的疏散的時候 任何一個國家在那邊的代表 一定要馬上怎麼樣 有這個關聯去找到 你三立應該報導是說 當台灣人民在那邊受苦受難的時候 我們花那麼多錢 聘得駐外代表那麼多人在幹什麼 包括他們可能居住的地方 也要處理對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當大陸大使館派來的車子 是為了接他們的人對不對 所以他說如果你台灣人 也認為是中國人 那歡迎上車 這是一個禮貌的講法而已 他並不是說 你一定要弄清楚 身份量才讓你上車 我覺得在這個危難的時候 人家有這種凶精說 好 那你只要你認為 你是中國人就上車 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好 而且我之前也講過 他認為的中國人是中華民國 人家也沒有說你的中國 一定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不對 這不用任何人講 中華民國怎麼不是中國 中華民國怎麼不是中國 不要臉的政權 這個台獨的漢奸政權 怎麼可以說中華民國不是中國 中華民國當然是中國 怎麼不是中國人 有什麼不對 可是我們的諸如此代表 他拿不到這十量八十的錢嗎 他有空去寫臉書 罵在台灣的中國政黨 在弄那個慰安婦銅像 他除了寫臉書罵我們自己人 罵他慰安婦以外 他在幹嘛 董哥 現在因為選舉要到了 你可以看到這一東西 其實都是選舉的一部分 它是一個操作 就用天災來操作 操作 是啊 操作告訴你 你看 在救人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大使館 既然還這樣 那其實你如果看所有言論 表示根本不是中國大陸 那是車上一個大陸的乘客說 你認為中國人就上車吧 也沒有惡意 沒有惡意 那本來這種東西是很單純 而且像這樣的事情 大概這將近十年來 只要哪一個國家發生戰亂天災 中國大陸都派飛機去載 而且連台灣人一起載 沒有一次例外 而且好多次 我們台灣人在海外 碰到很多急難救助 只能找大陸的大使館去求助 包括南亞的大海嘯 那時候死了二十幾萬人 都是這樣 因為中國大陸一向是這種態度 它把你當自己同胞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台灣選舉操作 我們看這種綠色電視台 它就這樣 那你看 譬如說這兩天有個新聞 就是說我們的邦交國諾魯 諾魯現在 他前兩天他的總統叫瓦卡 就跳出來 他們在辦太平洋島國的論壇 出來罵說中國大陸的那個 代表既然在裡面 戰績發言台不下台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那實情是這樣嗎 實情不是 可是我們好幾個媒體 台灣很多綠色的媒體 就開始大作 你看 壓壩了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那完全不是這樣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很多選舉 會要把中國大陸抓進來 表示他都把那個都壞 然後來營造自己有利的選舉 首先 這個操作的友台 其實跟謝長廷還關係很密切 他是一個 就是雖然是綠 大家也知道這個民進黨 他們綠裡面又分很多系統 那那個電視台是挺謝長廷的 了解 那挺謝長廷 他現在為什麼要特別丟出 這個新聞這樣操作 我的感覺他就是為了來轉移 大家對謝長廷駐日友方 幫助日本很有方法 那個護台無力 就是只要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他通通都不管的這個矛盾 我覺得他就是為了替謝長廷 來轉移焦點的 因為像今天你還兩個話題 放在一起談 可是有可能有些別的節目 他可能就因為被他那個電視台引導了 他就用了別的方式來討論 就忘記了說那你謝長廷 你其實這個謝長廷不幫助台灣同胞 這件事情我認為沒有藍綠之分 因為剛才幾位來賓都講得很好 謝長廷這個駐日代表 還有那些在駐日代表的工作的人 他們拿的全部是我們納稅的錢 中華民國的納稅錢 他們並不是自己 自己跑去在那邊 隨便做生意的 不是 那你遇到你平常這個代表處 你又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你也不能夠做真的很多的事情 你要的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時候發揮功能 結果急難救助的功能都不能發揮 難免不會讓國人覺得說 那乾脆你這個代表處 是不是我不要也罷 對不對 更何況我們今天有一個對照組 就是對岸中國大陸 你急難的時候 人家可以派這個十五部車 那你是不是起碼派五部 八部都可以 那甚至今天還在那邊跟人家計較 說大陸的車子願意載你臺灣人 也真的很不錯 是啊 就像你剛才講的 人家本來也都算好好的 他你一個臺灣人坐進去 他大陸人就少坐一個 何況臺灣一部車都沒有 那那個坐不到的大陸的人 是不是到時候也沒得救 本來今天這種事情 在發生災難的時候 本來就不應該分你我 應該大陸也派車 臺灣也派車 那大家一起兄弟同胞 兩岸一家親就通通都可以 都來做 然後還要在這邊挑撥離間 第一個我覺得很不道德 第二個 真的凸顯出來說 這個駐日代表處 真的只會幫助日本 只有對日本有利的事情他去做 對臺灣的事情完全不放在心上 甚至我都很懷疑說 他們駐日代表處幫助日本 是不是趕到災區去幫助日本人 然後放在對臺灣滯留在 日本的這些民眾 也算是一種災民 完全不管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